這個弓是直接向下填 以前的話,妳可能就是這樣拉下來 拉到底,很多的話過頭 拉得很辛苦 所以我剛做了一個動作,我本來大家應該以為大家都會 不過我要發現還是有些同 clams不會 快點這個空點兩下 它就自動填下去了 這也是一個算小技巧 就是以為你們會啦 我沒有特別講 大概是這樣子 那再来的话我们接下来后面就要延伸到VBA了 不过VBA的话大概有几种做法 我先跟各位讲一下 一,用录制的方式产生聚集 然后再产生按钮你可以把它重复 比如说我可能需要有两个按钮 一个按钮是把它清掉 因为如果我这边的data是旧 就是说我要更新过 比如说这边来源data已经更新了 那我希望我下一次直接按一下按钮 它就自动帮我把它串接了 OK,什么事都没做 但是按下去它就自动OK了 然后再清除 反正下一次又有资料update 再按下去 那我就可以直接拿这个来做后续处理 可是这要怎么做 其实这个地方没有写程式 是用录制聚集产生的 开发人员里面有个录制聚集 OK,用这个部分来做的 那另外的话各位可以看到 其实它就是把我们刚刚做的动作 把它帮你 录制实际上就帮你写程式 写成VBA的程式 然后呢 最后你可以拿那个做完的结果 再产生一个对应的一个按钮 在这里 然后把它拖拉 然后把上面的名称更改 就可以有这样的效果 这个是完全一行程式都不需要写 这个是第一个VBA 不过呢这个方法 我是觉得就是说第一个 它有的时候会帮你写了很多 不需要的程式 就是说呢 它只是帮你记录滑鼠键盘的动作 但是其实是没有什么效率的 OK,而且就是说 它产生的程式里面 我觉得拉一拉扎的 像其实产生的就是这两段 但实际上如果自己写的话 大概不用写那么多 大概就写大概三行就完成了 所以我在demo给各位看一下 另外如果自己写的话 那我们第一个 假设名称叫门号公式 OK,那你会发现 这个是自己写的 那我其实做什么呢 把公式丢到储存歌里面 让它执行 那第二个如果说 我今天也要有一个清楚 这个也是自己写的 结果都一样 另外一个是门号 这一个 OK,理论上应该是全部的 这个我只注意好了 只是公式好像刚刚复制没有 就是把它按下去 一样执行 不过这个部分是要自己写的 OK 还有一个部分 就是叫做制定函数 插入函数的时候 如果大家习惯怎么样 从这边 可是呢里面也没有一个 对应的函数完全一样 符合你的工作 当然没有 不过你可以自己写 怎么写呢 使用者定义 这边的话有两个 手机函数 跟手机范围函数 那有什么差别 我们demo一下 按确定 电信业者 一个萝卜 一个坑嘛 这个应该都会吧 看得懂 按确定 向下填满 有没有 OK了 这个叫手机函数 可是呢 你现在电脑有吗 应该是没有了 那为什么有 因为我已经把它写好了 我预先写好了 demo给你们看 OK 这个就是等一下 我们要学的 OK 一样清楚 另外呢 有同学说 老师刚刚要选三个 很麻烦的 可不可以这样刷一下 三个就一起给他了 好 不要说点 因为如果你栏位很多 那你不会一直点点点 太麻烦了 后来我就想 对 其实可以 就有个手机范围 那这个范围是什么呢 就是给我一个范围 意思就是那几栏 来这三个 刷一下 他带给他了 是一个阵列 到程式里面 再帮他切割 再串接 再丢回来 结果会不会一样 也会一模一样 OK 所以啊 大概跟各位讲了 就是这个是VBA 后面这一段是VBA 那怎么做呢 会不会很困难 其实不会啦 程式不多 但是一个字都不能错 因为程式是要非常完美的 哪怕是一个斗点 哪怕是一个刮符 哪怕字拼错都不行 可是字不多啦 打熟了就OK 所以我说这种东西要熟 如果不熟 很容易做错 但是 细节 我们第一个来看一下 如何录制聚期 那录制聚期 不用写程式 可是要录制聚期之前 你要先找到开发人员 里面的录制聚期 当然问题 你们等一下看一下 你们的电脑 现在应该没有这个东西 这个标签 是你必须要把它打开才有的 什么时候会打开 就是你要学VBA的时候 才会打开 OK 所以一般没有学VBA的人 不会有这个东西 所以你可以看 你同事Essale里面 有没有这个东西 有的话表示他应该有学过 才会开启 如果没有的话 那理论上他应该 程度没那么好 OK 可以从这个地方可以判断 到底他使用Essale的状态如何 OK 如果你是一个主管的话 你也可以这样 稍微看一下 请你把Essale打开 好 看一下 好 开玩笑 那这边的话录制聚期 可是问题怎么开启 一 请你点选 上面这个有个小箭头 这个要什么 这个制定快速存取工具列 好 这边 然后呢 找到其他命令 其他命令就可以打开了 所以这边有一个 其他命令 点开之后的话 找到制定功能区 上面这个叫功能区 制定功能区 把开发人员 原来没打勾的 你把它打勾 按个确定就可以了 所以特别注意 就是制定功能区里面的这个开发人员 确定 好 那再来的话呢 我们如果要第一步先录制聚期 一样 请各位先把刚刚这个 复制一个吧 OK 然后在这边做 也许取名叫聚期 可是呢 怎么做 不过因为我刚 我这边好像没有删掉 不过没差 反正你就录 录制的话 特别注意呢 你要录制这个聚集之前 请你先彩排 因为如果你没有彩排 你会录NG的动作 NG动作它录错了 它也录进去了 然后也会产生错误的程式 所以呢 一定要不能NG 要一次就完成了 如果NG怎么办 重来 OK NG就重来就对了 OK 所以要怎么做呢 我们再demo一下 一 你录制之前 游标记得不要直接放在这里 因为它一定要点的这个动作 它会记录你的滑鼠跟键盘的动作 所以如果你已经在这里 它就没有那一行 没有那一行 就少一行程式了 所以 先在外面 然后一 游标放这里 二 那公式不用重填 你不要说把它删掉 你游标就直接放上面 打个勾就可以了 它会帮你把它录进去 这个公式直接录进去 二 三的话呢 你就快点两下 三个动作 完成第一个按钮 还够简单吧 就是一在外面 一点一下 二再点上面 打个勾 三 快点两下 结束了 不要再多做了 OK 就停了 二的话做什么呢 删除 所以第二个按钮 就是游标放这边 一样 然后选取 选取你不要用这样选错 为什么 因为以后范围会变更 所以记得要 记快速键 Ctrl Shift 向下 这个一定要 你不要 这个都 因为录制据集一定要用快速键 你不要用快速键 录下来是不能用的 OK 这个要记得 然后按Delete 好 也是三个动作 好好 彩排OK 很简单吧 三个动作 这个应该不会错了 好 所以呢 接下来我们就 OK了 然后呢 我们准备好之后的话 那我们就开始 不过理论上 这边应该是没有这个模组 我把它删掉 我先把这个名称 先复制一下 这样把它打一串 把它移除掉 本来没有 所以你们打开 Visual Basic 这边点开 应该是这样子 黑白画面 没有模组 那它会录制 自动帮你把 程式写在模组 也就是它会先帮你 采成一个模组 再把程式写在里面去 OK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就 怎么做 先彩排过了 1 2 录制据集 然后问你说 那你这个按钮要叫 你这个录完的据集 要叫什么名字 那我叫做这个 名称自己取没关系 你可以取短一点 手机号码串接 然后按一个确定 好 然后游标1放这里 2看 不 应该是 游标放上面打勾 然后点两下 好了 停止 就这样子 2 再录清除 清除的话 按录制 对不对 然后名称给它 叫手机号码 叫清除好了 所以我名称 把它再重打一下 这个清除 名称你可以取 别的名称都没关系 然后按确定之后的话 就开始了 1 游标放这边 2 Ctrl Ship 向下 Delete 好 录完了 停止 那接下来 你可以从 句集里面看 旁边有个句集 刚刚录的这个 这两个 程式在哪里 这边可以按编辑 你可以编辑它 就在 这个是Sub 这个是第一个 那有End Sub 这个是第一段 这个是第二段 只要是Sub 可以对应到一个按钮 所以如果录了两个 如果把它变成两个按钮的话 接下来特别重要 插入 刚刚讲过 这个 第一个按钮 那做法特别重要 点它一下 请你在这边 空白一处 按住拖拉 大小由你决定 你可大可小 也不用太大 OK 串接 然后呢 名称的话呢 记得把它复制一下 因为你不复制也可以啦 不过变成要重打这六个字 那我的习惯是 直接就把它贴上 因为那几个字 它不会帮你放进来 好 那再来的话呢 然后第二个就清除 所以一样嘛 再拖拉一个 OK 然后放开 然后清除 然后复制 有没有 然后就一样的动作 再做一遍 贴上 好了 大功告成了 好 这个时候的话要验收了 看好不OK 先 串接 有了 清除 也有了 OK 那这样就完成了 那程式在哪里呢 程式就在这边 编辑一下 或者说你可以切V就Basic 它也可以过了 它就写在哪里 写在 模组 里面 单位就是一个Sub Sub就副程式 一段两段 有没有 两段程式了 什么事都没错 但是它帮你写了 那之后当然你要慢慢习惯之后 到底它帮你写了什么 所以最好是怎么样 在上面加注解 什么叫注解 就是 单引号开头的 比如它第一个 游标放在12储存格 有没有 所以它就写一个叫做 Range12.slate 第二个是什么呢 我把公式 ActiveSale Sale就储存格 Active的目前游标放的那个储存格 Formula就公式 后面这一串 有没有 但是它是用什么R1C吧 R就是列 C就是蓝 就是叫做什么 相对位置 不过这种方式 看不太懂 这个可能Excel自己看得懂 但是我们如果以后写VBA 我们不会用这种方式 然后AutoFill 就是自动填满 然后游标在选取 所以你可以在上面加个注解 然后清除也是一样 稍微了解一下 也就是说呢 如果有些程式你不会写 你可以先从录制聚集开始 但是不能乱录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OK 所以第一个呢 请各位先把刚刚的工作表 再复制一个 然后名称也许刮壶聚集 第二个的话呢 请你把那个开发人员的标签 叫出来 记得上面的箭头 其他命令 找到制定功能区 打勾 然后再来就是先彩排一下 就可以录制 如果你录错了怎么办 没关系 你这再重录 把那个刚刚的名称盖掉 他就是把那个名称盖掉 就重新就在录制 也没有关系 好